各位觀眾,大島語陸威又出動 金、飯、碗 Hello YouTube 我們大島語陸威 我有一個日本朋友,大家都有可能見過 上次我們去荃灣吃煲仔麵 那個日本朋友,他們一家人 今次又來香港了 那個Hiro君很喜歡吃飯 Hiro君 Hiro-san Hiro君的老婆和老婆的老婆和家人 都在這裡 很期待 這裏很有趣 我看過主菜料 很喜歡用辣王來吃蛋 是嗎? 日本的雞 雞 是經常來廣華街 上次帶過大家去許榮記吃魚蛋 又吃過家來全食牛腩 這次呢 炒飯了 這間位於廣華街的炒飯名店 一到吃飯時間就排了長龍 全民這間餐廳用料都幾等半 不過呢,價錢呢,查餐廳的價錢 所以剛才排隊的時間 我已經問了街坊 他們說有時候太多人排隊的時候 他們就叫外賣拿上樓吃 好 我們三個分享 好 一 二 這個 蝦頭 油 肉餅 還是 蓮藕 梅香 鹹肉 這個全部都是必食 我就要硬的龍躉 龍躉 龍躉 因為很少可以吃 雖然未吃 但我先稱讚 這裡的人很有禮物 很有禮物 包括剛才的客人 讓位置給我們 龍躉 本來想吃龍躉飯 誰知道賣光了 因為剛才是沙爹的 沙爹的 我就麻煩 你麻煩 不要 大家都吃那些 好 雞排 雞 雞 雞 奶茶 好嗎 好 好 那好 因為這間店的位置比較緊張 所以我們就分開兩台去坐 沒辦法 我們有七個人 即炸魚肉燒賣 肉燒賣 肉燒賣 一堆 龍躉會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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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öz 那裡的50是我 50回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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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和老婆和家人一起看 分量 泰式奶茶 這個 小鹽 我這個就是香芋 因為我本來想點珍珠 他說買光 我的珍珠很肥 這個 點了微甜 但都甜了 都甜了一點 蓮藕梅香鹹魚肉餅炒飯 蔥油煎雞排 爛黃蛋炒飯 炸燒賣小吃 嘻嘻嘻嘻嘻嘻嘻 嘻嘻嘻嘻嘻嘻 這個蛋是怎樣吃的 是不是 這個蛋是怎樣吃的 拌勻 我想你拌勻 我們不介意的 大家都期待這個畫面 所以要吃 來吧 肉肉肉 嘻嘻嘻嘻嘻嘻猝 你不可憐 是藍王 你不要吃吃肉嗎? 這真的 wont 我還以為看的是親子冬 哈哈哈 無人的 牛肉肉 甜菜 好吃 好吃 見到 一大 美味 是的 捱鱼 捱鱼 舀鱼 捱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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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牌菜 虾头油炒饭 好香虾味 真的足够 有蝦,有蠔,有櫻花蝦的蓝黄蛋炒饭 零的蝦,都是零的 很鮮甜 肉和维柔很配搭 值得排多少人? 25个 我等 我等 終於到主角招牌 蝦頭油炒飯 還有一點蠔 蠔的味道 好吃 綠色是甜味 好夾 我覺得這個煉藕飯是比這個好吃 第一名這個 我現在暫定是 他們的炒飯炒得很漂亮 很好吃 白飯是用珍珠米的 但這炒飯是用絲綿米的 分開的 類似日本的珍珠米 我很喜歡看希羅神吃法 他竟然吃了麵 神經病 很喜歡 這裡 Dang說到肉餅這麼好吃 讓我自己親身試試 這個蓮藕肉餅夠爽 而且有一點梅香鹹魚的味道 清爽得又夠香又夠味道 確實是欠到好處 最重要就是肉夠嫩滑 招牌蝦頭油炒飯 這飯真的炒到一粒粒 跳下跳下 確實跟Dang說的一樣 是炒得很漂亮的 不過老實說 不知道是不是我只顧著拍攝 它就冷了 我吃炒飯 就麻煩一點 我喜歡熱辣辣 好像有些蒸氣蒸著臉 做臉皮的感覺 就對了 這次沒辦法 開始吃的時候已經冷了 給不到正確的評價大家 但一件事我可以肯定 就是足夠的材料 這麼大隻的蝦 也有五、六隻 這個炒飯和蛋是配合的 我吃過很多的炒飯 在這裡已經是很高的了 對於我來說 你想我試這個嗎 這個什麼 炸爹醬 老實說 這個燒賣的話 我還是比較喜歡蒸的 炸的燒賣我覺得好像有點怪怪的 這個醬汁很美味 這個醬汁很美味 很美味 很美味 龍外新菜是第一道 第二道 第三道 第二道和第三道 你覺得哪一道? 這道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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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實在 這道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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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美味 這道菜 我喜歡這道菜 這道菜 在噪點子 剛好 這道菜 很厲害 這道菜 很大 �料 這道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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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茶餐廳的介紹 最想吃這個 很激烈 在這裏叫我老婆 後面奧巴仔 叫了焗芝士蕃茄 南黃蛋飯 這個可能是最好吃 是嗎? 我覺得這個炒飯其實不錯 不過因為水分不夠多 就變了不夠熱 我覺得裡面的飯不夠熱 因為可能用冷飯去炒 就變成裡面不夠軟 對 不過剛剛這番話 純屬是我自己濃威個人的喜好 最起碼 那麼多位日本人都覺得這裏的炒飯很好吃 我下次一定會再來 趁熱的時候再吃一次 是好吃的 真的是 這個就是Dan先生的推介 Hiro先生說喜歡吃這裏的雞排 Hiro剛才說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覺得 雞排做得很好 然後炒飯的飯 有淡味 一起夾得很好 這樣也是 吃雞排飯很少吃炒飯 這個淡味的就是炒飯 這裏真的浪費了 原來桌面上有甜醬油和豬油 讓你放進炒飯上面 哎呀 這裏真的很好吃 不是 吃過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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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裏冷了 是嗎? 豬油要焗熱才好吃 也是 好了 總括來說 金飯館值得推介給大家 不過大家來的時候 千萬不要像我這樣 炭冷了才來吃 這些炒飯一定要熱辣辣才好吃 這次我來東京這幾天 我又住在這個品川 沒錯 就在這個品川車站對面 有一間王子酒店 它的二樓有個food court 這裡有個拉麵 哇 超級正 介紹給你們 先跟你們說聲 這個food court 要11點才開門 你早來也沒用 好厲害 拉麵來了 老闆 這個叫做醬油白湯拉麵 是品川分店的限定版 另外這個就是他們的自慢招牌菜 Hirugao 鹽味拉麵 我平時去開吃慣的鹽味湯 通常是比較清 但這個感覺上好像有些料度 金黃色 記得這些麵 挺有咬口 有彈性 而且都滑滑的 這裏的叉燒 就不算是太過肥膩 是我接受得到的程度 首先要嘗嘗你的湯 首先我嘗嘗我老婆叫的醬油白湯 看看如何 很濃厚的鑑魚魚介湯的味道 有些魚介味 我這個呢 是士歐拉麵 鹽味拉麵 外面傳統的鹽味拉麵 一般呢 就很喜歡有些炸洋蔥 再加上清清鹹鹹的味道 這個呢 就不同的 你問我 與其說它是鹽味拉麵呢 就更加像我們平時吃的白雞湯拉麵 不過這個呢 就清甜版 嗯 終於到月尾了 陪伴了大家七年之多 在尖沙咀的軟急百貨呢 做完這幾天 就要跟大家說拜拜啦 我龍威再一次在這裡 多謝各位觀眾朋友 對我龍威的小店 鼎力的支持 剩下最後幾天 大家記得把握時間 如果想下去打卡的朋友 記得趁這個禮拜有空 好下去啦 不然 拜拜的啦 多謝大家 啊 啊